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是2019年2月1日 我说过2019年 就要给自己 12个挑战 每个月一个挑战 1月的挑战就是每日出片 非常开心 我是成功的 由1月1日至1月30日 我真的没有间断地 连续每日出片 我是一点都没有偷懒的 虽然真的挺辛苦 但是也很有成功感 也看到有很多观众 我的强大的蜜蜂兵团 每日都有来打卡 所以真的非常感激大家 我觉得今个月 和大家的距离真的有拉近了 其实这个也是我今年的目标之一 也想继续讲多些生活化的东西 给大家听 我猜大家应该也有觉得 我们的距离是有近了 应该是有的 是不是 然后1月份我想改善的睡眠问题 也有改善了 哇 这一样真的超级开心 这里有我1月份的睡眠记录 其实大家明明都看到有改善 我一开始是很晚才睡 然后很晚才起床 我真的 好感动啊 所以这件事 证明了是只要有心 就会成功的了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觉得 因为我有一个离去日本 日本是这个星期 看到不看到我是 很早就要起床 在日本每天每天的行程 都是非常早 我要6点半就起床 但是拓蜡 然后我的生理时钟 就因而 调过来 怎么也好 那我始终是 成功了克服这个 天光才睡觉的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 都是有失眠问题的话 其实我觉得 真的要强迫自己 去找一些东西做 然后要迫自己做起床 至少1个星期 如果可以连续2个星期的话 是会更加稳固的 那我自己 就只是经历了1个星期 但是我回来韩国之后 我现在呢 都会很早就觉得眼睡 那我觉得眼睡的时候 我就会尽量睡觉 所以我觉得是有改善的 所以我也都 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那2月份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那首先呢 我就 不会每天出片 因为 每天出片实在是太 真的 挺有难度的 对我来说 那但是呢 我都希望可以 比较定时 那我自己是想 今个月可以隔日出片的 那逢双数日出片 那如果可能中间有片 是适合我出的 其实我都不排除 而且我单数日都会出的 所以大家只要呢 有按订阅 和打开旁边的小铁 就不拍错过最新的片 了 最近呢 我真的对于化妆 产生了超级大的兴趣 大家如果看我1月份的片 其实应该都有发觉 我是多了很多很多 关于化妆的片 是不是 那我真的突然间觉得化妆 好好玩 我真的二十几年来 第一次觉得化妆是这么有趣 我觉得呢 兴趣这件事呢 实际是一旦产生了 就当都当着 有点像我当初 几年前 又不一样觉得韩文这件事 很有趣 然后我就开始自学 然后我就疯狂地每天在看 一些教学 然后连续看三个月 自学三个月 是一发不过收拾的 所以呢 才有现在的我 那所以2月份的挑战 应该说是目标啦 就是我希望呢 我可以 慢慢接触到不同的 化妆的类影 或者应该是说 提升我化妆的技巧 总之是 关于化妆的东西 我都希望是可以 接触多一点的 那这件事呢 其实大家是可以 和我一起见证的 那2月份的片 都应该会是 以VLOG为主啦 毕竟呢 我太爱VLOG 我一个VLOG 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我每条片 的妆应该都 希望可以有些变化 那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看看有什么不同 对啦 那所以呢 希望2月份 整个月可以 和这么多位 贪美的 女士们 男士们 一起可以讨论一下 更加多 关于化妆的这个话题 那所以 今个月的挑战呢 就已经和大家说了 那也都非常 欢迎大家 跟我一样 每个月做一个 小挑战 或者小目标 一年下来 就有12个目标 可以达成的 那希望大家 可以 加入我这个行列 那OK 那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分享的话 帮我按下来 记得followIG Facebook的话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动向了 那记得按下订阅和旁边的钟 就不用拍错了 最新的video 那我们下个片段再见 那我们下个片段再见 我们今个月在双数日见 Bye